好继续断联关心台九县寿丰乡市区的天桥存废问题 近年来广受民众的讨论 横跨在台九县上连接寿丰市区与寿丰行政辖区的天桥 已经驻力超过15年 由于行人穿越线的会设 以及长者使用电动的代步机车几率非常高 天桥的使用率不如以往 那么花莲信议会是特地进行会刊 征询当地民代以及民众的意见是否要拆除 花莲信议会第20届第一次的临时会副议长徐雪义提案 拆除台九县与收山路交叉路口的路桥一案 由于目前高龄化的长者以电动车代步为居多 而且就目前公路局所规划的行人庇护岛 已是目前道路规划趋势 三号上午副议长徐雪义 议员林平阳 林正福 乡名代表 以及县府土木科 公路总局第四养护工程处 受风箱公所 进行实地的会刊 那现在的使用率也偏低 而且现在的长辈呢 大致都有这个四轮的在代步 那如果说以这个天桥的话 目前来讲是使用率的偏低的话 那以其这样的话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天桥呢 打掉之后呢 然后在我们的安全档上呢 这个路上呢能够做这个富佑打 让我们的这些长辈的四轮方便来行走 而且我们现在的台九县做了非常多的富佑打 那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模式呢 能够取代我们现在的长辈用四轮的一个代步呢 能够更方便 让长辈的穿越这个人行道的时候 更方便更安全 由于天桥的财产属于受风箱公所 是否同意花莲县政府进行拆除 还是必须经由产权机关同意 经由多方会刊考量学童以及长者安全 公路总局第四公屋段尊重地方意愿 协议后花莲县政府建设处土木科 将行文产权机关做决定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